大家好,我在Facebook上有一个新的标准,叫马骑仙 另外也有一个群,叫做赢钱又赢面 这个群已经开了一段时间,前几天被人封了,但现在又解释了 但怎样都好,因为突然被人封了,我就开了一个后备群 叫做马圈逆行者,暂时还未很活动 但也欢迎大家先加入后备群 另外,如果想了解多些我的WeChat群的资料 也有一个叫做WeChat群,WeChat塞马群 可以在这里找到很多关于往迹或是介绍的 另外,如果想关心我引入的马匹,可以看一下HKplus.com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Facebook的标准 如果想看多些的,或者想跟得贴一点的 可以去我这个网站,HKplus.com 可以看到更加多的资料 有马匹,旺迹,新闻也有 因为我现在更新的 但我尽量每个资料都更新的 欢迎大家,关注一下 今早的第一组是1千米直路赛 58秒17时间算是快的 英雄豪杰94分,最高分的 5月9日,第一组直路1千米的大集准备 暂时大堆后的一只马,是橙衫那匹 就是骑士斗士 好了,跑了一段路程 前面占先,外南位置是那只 陆族威,中间位置 竞力10足,走上来第二位 第三位的马,嘎嘎声上来 就是南晚罩,那匹就是英雄豪杰 第四,外面位置 有这只,就是紫荆綻放 中间粉红衣服,长盛霸区 后面三只,金发姓西,旗迹斗士 移到后面,是城峰冠区 好了,接近终点了 竞力10足,赢出这个大集,后面有 陆族威,英雄豪杰,粉红衣服,长盛霸区 后面追上去,橙衫最入的那只,就是旗迹斗士 这只,就是紫荆綻放,中间还有金发姓西 城峰冠区也追上了很多 好了,第一早试集,时间偏快 刚才好像忘了开麦,58秒17就算是快时间 城峰冠区,如势不错 我想我给8.5,初起一定会再试 英雄豪杰,我会给9.25,很轻松 全程躲在竞力10足后面 其次到时就给9分水净 除了盛霸区,看见他 好像转了个比,最重要是换了个骑士 姜诚更加 哄到一只马,很放松 最后200米左右,松了两步 就已经追上来了 好试好好走势,我先给9分水净 我想他未必会再试,到月尾才有赛程 最后两三个礼拜 看他之后的进度如何 这副集试得很好,因为这只马明显 已经淡定了,进步了 一直都说这只马明显 是有能力的,看看他之后 会不会继续进步上去 那些讯息我不说了 希思和瑶瑶说些什么 我也不方便在那里说 进步的,9分水净 8.75,金发城勢要骑,骑得比较厉害 8.5只,勁力10中9分水准 他也有压一压给他走 但见到也起码肯走 爱兰两只,刺警赞放 和英雄豪杰一样都是全程躲到实实的 但初戏阶段8.5 陆续威8.75 一只明显有速度的马 但步都是重,不是很开 但这只马蠻好走势 这只马应该有些用 三只马上来 陆续威,英雄豪杰 和二班马,骑士斗士 这三只马如小都很好 在内南捐上来就是成锋贯驱 特别留意 如果还有一次迷直路赛 这只红蠟杰还有马赢 陆续威流二进度,成锋贯驱流二进度 勁力10足,现在在68分是尴尬 这些评分应该难赢 骑士斗士试得非常好,明显有进步 好,看完第一组,看第二组 第二组集 最高分的是包装必胜93分 时间58秒21 都是快时间 好,开集的时候 骑士跌下来,想见你 骑士没什么事 跑了一段,会展2号带出来 很有喜 中间位置有你有我 中间黑心无能密码 好,还有白鼻梁那只 线路迎起 后面那四只 有精益大师包装必胜 常跑得 在后面是那只 陆续无限 好了,跑了一段的路程 会展2号就放了出来 武林密马进尖第二 外难第三 还有一只很有喜 第四位中间 有你有我 里面 还有精益大师 最入浅蓝帽 是线路迎起 后面那三只 包装必胜 常跑得 黑色被固 六三那只 是陆续无限 好了,最后八多米 透出的马 是那只 武林密马 堕了马那只 想见你 拋来赢出这个大集 后面有精益大师 常跑得 最入的那只 淺蓝帽 线路迎起 外难位置有你有我 后面那四只 红帽就很有喜 白衣移了一些 会展2号 外难位置陆续无限 移到后面 包装必胜 包装必胜 我不认为它移到后面 因为市集都是这样的 而且它跟着马尾 没有试试 完全没有试试 但很好走势 有力量的 常跑得8.75 留意进度 这只马好像有进步 明显 六续无限未够 8.5 这只马 它们是PP 看看它之后会进度 力量未够 潘顿这么早已来试 看看会不会之后有多好 线路迎起 这只Sebring 会赢 初期阶段8.75 包装必胜 8.75 汇转2号回来散 8.5 武林书买一只很快 1千千二 应该又买赢 这个评分69分 看看会不会贵来 再跑多场 去欠个特别奖金 我给9分水准 精益大师回来不远 8.75 有你有我 在马之间 一般的乱水 8.5 还有那只很有喜 在外南 回来 我看到它要比住比住 所以我还是比8.5 想见你 虽然赢出这些课试集 但是赢得不算 看到里面 常跑得 精益大师很轻松 包装必胜 全程按到实实 当然 余势不够 就是陆续无限 但陆续无限 真的未够 但这只包装必胜 摆明是按住 不去试 没有林物马 应该是最明显的 这只叫做常跑得 和精益大师 不是 是精益大师 Havana Gray的儿子 两只都要留意 两只马都是PP 所以留意他们的进度 这两只马来得不错 很明显有进步 陆续无限追上来了 这只马 暂时8.5 但这只马 看上去应该有些用 选过了才过来的 好了 看完两组 看看第三组 第三组 说慢一点 58秒95 最高分是57分的勤德威力 中距离码来的 好 好 开集的时候 那只马加鞭 就退在后面 钱面快的嘛 高气派 天天奖 华理智在第三位 第四位 外南位置出陈 不是 走上去 有龙的风彩 黄衫黄衫 中间那一匹 勤德威力 六三尾四 神行八变 粉红衫 极速奇兵 后面那两只 组红衫 有这只 快马加鞭 六三在后面 是精算特殊 好了 跑了一段 高气派 就占先少少少的 看到上了来的嘛 外南位置是龙的风彩 中间还有这只 华理智 日日掌 第四位 第五位 神行八变 第六位 还有这只 極速奇兵 中间是黄衫黄衫 又勤德威力 尾爾騎着那只 走进去 是快马加鞭 在后面是精算特殊 接近终点 外南位置 龙的风彩 騎着贏 第二三位 那些马都斗着 华理智中间 高气派 放头那只 过终点之后 就冲了上去 黄衫黄衫 是这只 勤德威力 第五 有这只 日日掌 后面的马 快马加鞭 上了少少少 六三 尾三 神行八变 粉红衫 極速奇兵 一直在后面跟 是精算特殊的 精算特殊明显未够 这只马不给评分 麻烦仔没事 極速奇兵在后面也不给评分 快马加鞭回来8.5 勤德威力 我给 我在8.75至9分 水準 因为慢时间要騎 但又好像 中距离马 所以我照给 九分水準 日日掌 8.5 高气派是一只 小小粒 但是 试回来 挺好走势 我觉得他很好走势 一点都不小粒 我想给 九分水準 很轻松 我认试 8.75 神恒八变 8.5 龙的风彩 我硬是觉得 前日的直路彩 外难特别好 所以他要这样騎 我只给 8.5 要特别留意 高气派 我觉得他很好 型格 神恒八变 在后面 如势不算很强 XL 我觉得最好是 高气派 然后又是勤得威力 真的认真效应 省完这货子后 可能会好些 这里还在躲着 这个是黄色衣服 还在躲着 但是看到他 前面的日掌要旗 他一看空了 好 看空了 让他走 一走的时候 很肯走 到这里还未旗 按一按 有反应 看到吗 很好走势 所以我想我会是 勤得威力 和高气派 给高分少少 给九分水准 就是这样 然后 夜日掌 另外两集 都给8.75 算了 8.75 头两名 九分水准 第3 4 5名 给8.75 不是 3 4名 给8.75 后面的全部都给8.5 或者没有平分 就是这样 好 看完三组 看看第四组 第四组 时间好 有58秒26 很多52分 在这里 好 继续摄集 来到第四组 一千米的直路集 准备 好 开集的时候 前面快一点 大师级快 实现梦想 中间 陆续光芒 第四位 电子精彩 入面 还有 事事尼高 中间位置 白臂良红衣 快狠准 尾四 喜喜尼高 尾三 和武 可爱新星 后面两只金状元 和龙之威 跑了一段 前面实现梦想 走中间 尖先 后面那一匹 陆续光芒 外面位置 电子精彩 入面 黄武 可爱新星 上来了 在后面的第五位 有这只喜喜尼高 中间 还有快狠准 外蓝黑衣 大师级又上回来 后面的马 金状元 还有一只 事事尼高 龙之威 在后面 接近终点 实现梦想 还走中间 占先 但陆续光芒 骑上来 逼着他 抛掉后面 第三 外面走上来 有这只大师级 里面 可爱新星 黄武 第五位 淺蓝衣 电子精彩 再在后面 外蓝位置 有喜喜尼高的黄衣 红衫尾四 快狠准 龙之威 在尾三 吞下来的 金状元 喜喜尼高 试试尼高 可爱新星8.75 我觉得他还蛮好的 潘顿士 我特别留意 hoho star 如果没有记错 我当时在纽西人看过这只 那只龙之威 按住出来 转头再给平分 反正 又是转头给平分 陆续光芒 明显地是一只 挺大乱的马 好像有些能力 略嫌重身 8.75 喜喜尼高 不给平分 电子精彩 这只奥尼高 濕地两岁马 现在给他一些时间成长 不给平分 实验梦想 这只是Exovia 52分 老虎传马房 我给9分水准 很帥 很高大 看之后跑得如何 大师急在外囊 轻松追上 8.75 再生了 下次如果跑1650米 要紧盡 谷草 那只龙之威 不给平分 快肯奏 我觉得这货子 不是特别好 他一旗下去 反应不算 即时来到 我给8.5 所以前面两只 实验梦想 实验梦想 给9分水准 陆续光芒 8.75 可爱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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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大师级 8.75 后面那一堆 都不给平分 第一名那只 9分 第二名那只 8.75 然后大师级 8.75 可爱新星 就是8.5 其他后面 5只马 全部不给平分 都很明显地 有些距离 看到那些马 就是健康状态 好了 又看完一组 看看第五组 好了 今天我应该是最后一只 有粉丝的 组别 第五组集 最高分是 52分 几只马 58秒 5-7时间 正常 好 继续 继续 来到第五组 一千米直路集 准备 好了 开集的时候 那只电子达人 就退在后面 前面是 这只福国宝 万事有 福音多多外难 中间有这只福智 最入果然僥幸 黑衣黑眼罩 无可限量 两码比较近的 后面四只 有福星 晋着士 电子达人 暂时电流 紫色眼罩 一只先进多多 好了 跑了一段 前面放出来的马 是那只福国宝 第二位的马 外难位置 红衣 是这只万事有 里面 果然僥幸 黑衣第四位 无可限量 第五位 福智 第六位 黄衣 童彩尔 后面三只 福音多多 电子达人 还有先进多多 好了 最后百多米 福国宝 还是占先 万事有 挨来挨去 第二 果然僥幸 第三 福星第四 第五 尽着士 第六 无可限量 后面的马 福音多多外难 福智 白鼻孤 后面两只 电子达人 还有先进多多 这集说多一点 看到是前面 OK 放到回来 然后再次回来 有点散 我特别说一说 这只 叫做 果然僥幸 它流着跑好多 加速下午 明显集中了 但起步之后 它是偏慢的 然后抢上来 去到最后 有点停 你看到它拍着 那只叫福星 福星初出那场 没什么跑过 但试试得很好 它流着跑 明显好些 看看这里 它的后脚 果然僥幸 不是很有力 不是很开步 等于开了一步 就迫上去 但下午明显地 集中了 初起阶段 我仍然觉得它是 8.75 可以更好 先进多多 不给评分 说完小云8.75 电子达人在 电子达人在 什么位置 我都不知道 我都未够 不给评分 进着市 明显地的码不同了 8.5 保护限量 跟到 回来 拉斯散了 福国宝9分水准 三岁的PPG 好像挺有能力的速度 我本人和它试得很轻松 我给它9分水准 福字 8.5 万事有8.75 其实很重要 福星我仍然会给9分水准 因为这只马上次试试试试得很好 但真的跑的时候差一点 但是这次留着跑 所以不差 但是最有趣的是 明明是 跟回来好像有点散散的 果然僥幸 看到那只马跟随 它又自己追回 看到吗 如果 留得住 它跑会好很多 它是一直很有斗心的 那些步是 明显地现在越来越进步 但是 我想是四岁更加好 最少要跑千四 千二千四 才可以 一千位都嫌短 好了 看完了 这个 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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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组 看看第六组 八百米集 46秒75 正常时间 最高分是71分的有主意 好 继续私集 来到第六组 八百米的短途集 好 开集的机械斗士稍为慢点 暑起尾的 前面 基本上基本上平牌很接近 創福威 外南佔先 中間有主意 第三位 淺藍帽 家應威風 紫色衣服 裡面是榮廠大道 最入有天竺貓 後面兩隻機械鬥士 和移到一隻 是移旗之寶 最後百多米 創福威在外面 中間有主意 創福威低很多分 裡面還有天竺貓 第四五都接近 淺藍衣服 還有家應威風 紫色衣服 榮廠大道 尾位置是機械鬥士 移到後面 移旗之寶 移旗之寶 和機械鬥士不給評分 兩隻馬都未夠水準 天竺貓八百米竟然不夠人快 轉了馬房之後 我覺得有些轉變 但不是進步那種 我給8.75 榮廠大道回到來不算很多 我覺得可能要給點時間 8.5 因為時間不算快 有主意很肯走 因為太久沒有跑 還是濕地特別厲害 我給9分水準 家應威風 這隻就是PP 我等一等 反正有空 現在有時間去搜尋外地的形狀 和大家分享多一點 家應威風 黃同公子 也是意大利馬 跑了三次 都是直路賽 兩個直路賽就贏出 然後再跑場直路的兩碎條件賽 1200米 又是贏贏三個多馬位 那些formline 我有少少保留 但時間都是快的 一隻應該好像是時善滿意 應該是有些用的馬來的 我覺得這貨澤是8.5而已 你看他騎得緊 還未夠 不是太跟得住別人的速度 現在你跟不住五班馬的速度 然後就是創福威 9分水準 潘頓試得很輕鬆 因為他不低班 但他可能是外蘭很幫助 800米一定是好的 1000米不敢說 但我覺得試得最好的是創福威 還有有主意 裡面是天竹媽威風給8.75 那隻叫做榮腸大道 還有家應威風給8.5 後面兩隻不給評分 真的特別留意這隻創福威 看看會不會再跑回1000米 所以他可以有馬贏 好了 看完了 現在這個是第幾組 第六組 還有五組 快點看看吧 去到第七組 又是800米閘 如世不錯 這隻有主意 還有狀服威 其他馬全部停了 真的不錯 好 看完第六組 第七組 第七組 時間46秒 六四和剛才那組差不多 最高分是勁進偏偏 58分的 繼續試襲來到第七組 八百米的短途集 好了 開閘的時候 都算是平排出閘的 被人夾夾 海南部先退了一點 好了 跑了一段 前面放了出來 是那隻光芒迴響 在裡面 又滿好世界 中間黃武 庫泉大師 灰馬 最多歡笑外蘭 黃武那隻 又飛入海船 海南部 上方了一點 過了一隻叫做江南城 在後面 較為熟一點 就是敬進偏偏 好了 一半 光芒迴響 裡面就是滿好世界 第三位有最多歡笑 中間黃武 藍衣副泉大師 外蘭 飛入海船 後面三隻 海南部 敬進偏偏 在後面 是江南城 接近終點 外蘭追上去 飛入海船 中間最多歡笑 贏出這個大集 光芒迴響 第三位 後面那批 外蘭走了上去 有這隻 敬進偏偏 中間海南部 富泉大師 藍衣黃帽 入面滿好世界 吞下來的馬 是江南城 好有趣 有趣在什麼呢 待會看看 頭三隻和第二層 第三隻 第二層的馬 江南城還沒得 滿好世界很輕鬆 但是初起8.5 海南部 有少少走勢 但是這一刻 他敗黑神 通常可以當是一隻濕地馬 所以給8.5 富泉大師 8.75 不是九分水準 有少少好像 沒有之前那樣 光芒迴響 在前面回來 我給8.75 競春編編 其實這隻馬 是一路都合適的 其實全組 一路都合適的馬 就是富泉大師 和這隻競春編編 輕鬆 但是也是給8.75 魚西 OK 但是給不到九分水準 他很輕鬆 因為他比較熟 除了歡笑 又是8.75 要騎 飛入海巡 飛入海巡也說過 8.75 最多款是8.75 光芒迴響 8.75 三隻馬 都在前面 然後 富泉大師 照比九分水準 以及競春編編 照比九分水準 然後 海南寶 8.75 輕鬆地考近 這隻海南寶 留意 好世界 在內蘭 全程都輕鬆鬆地回來 初氣階段 8.5 就是這樣 又看完一組 還有幾組集 盡快去看 第八組 八百米集 又有很多新馬 好像 全組 只有喜迎於心 出的賽 其他馬都未出的賽 很難計算 又是 看看他們試成怎樣 看看第八組 我不知道 我又 忘記了按鈕 但是 因為 我剛剛說完之後 才發現原來是 忘記了按鈕 所以是否也好 我都 和大家看看這課集 見到 二檔的文明之光 在裡面 就是兩水馬 紅海風帆 再在近鏡頭 黃色母 電信龍區 近鏡頭 四班都勉強近鏡頭 喜迎於心 起步馬一慢 那隻叫做 輝煌精英 在外蘭很肯走 後面包尾 那隻叫囂用者 兩歲仔 什麼以為是 木火龍區 剛才我看這部集的時候 這時間不差 因為喜迎於心 都在前面走 回來 一隻隻都按住 外蘭這隻輝煌精英 讚好外蘭 如勢不強 看到裡面那幾隻馬 明明之光 按到耍實 那隻兩歲仔 紅海風帆 就是潘頓 木火龍區 Terminus 起步不順 但走順 很肯走 後面那隻囂用者 逐度實實 一會看直鏡 也會看到 我不特別 再說一次 因為我剛剛說一次 但忘記按鍵 我想我全組 穩固一點 喜見 也給不到8.75 因為那隻輝煌精英 如勢不太強 裡面虧了 場地偏差 如勢不粗 所以我估計 前面頭一段 頭那400米 應該補足幾快 最後是偏慢 整個組馬都會再試襲 所以我全部都給8.5 後面的僑勇者 不要想著 是因為試包尾 但是 看到最後 可以看直鏡 速度實實實 那種點 兩歲馬方面 可以看直鏡 筱勇者 Dipfiel 下次就是RESET 濕地 OK 文明之星二檔 也挺熟 三歲仔 Dipfiel仔 但是丁冠濠馬房 PBG 成功率不太高 一連一連勝出 兩三隻 木火龍驅 起步 那立 如勢不錯 這隻Terminus Felker 濕地好 紅海風範2歲 但很大隻 花旗 下次就是Octagonal 濕地會厲害 五檔 剛才是最難的 輝王精英 Russian Revolution 下線 All Too Hard 我都說過 我對Russian Revolution 有一點保留 肯走 但是如勢不強 Darren Mossman 下線 電信龍區 是濕地馬 好地勉強 但是現在 澳洲馬 有一點保留 澳紐馬 偏向紐西南馬 喜應與心 一隻有前速 但無法尾 包尾的馬 包尾的馬 我看到 抓住個終點 那隻叫做 蕭勇者 所以這組我全部給8.5 穩固一點 接下來第九組 1600米 都有8隻馬 試的 等他過了終點 剛才我應該按了按鈕 希望我沒有重複 但是重複了也沒有辦法 我通常都不會 edit 通常一踢過去做完片 好了 看完第八組 看看第九組 還有三組集要看 快點 麻煩 第九組集 最高分是安餘89分 1分38秒27 算是偏慢 第九組 繼續來到第九組 市集 1600米 好 開閘的鐵三個 扯著出來 現在還未移 吞在後面 被動點 電路9號 看回前面的馬 那隻金火滿帝 就放了出來 第二位 是上風泰 外面位置 高分一點的 有紅衣 那隻安餘 第四位 黑衣黑帽 是跟斗雲 後面那四匹馬 喜愛線 聖益線 再看到這位置 鐵三角 暫時都還是那隻電路9號 好了 過一千 前面放頭 是那隻金火滿帝 第二位 還是中間位置 上風泰 第三 埋便 跟斗雲 上了少少 外面 紅衣 第四位 是安餘 聖益線 中檔第五 喜愛線 紅衣 尾三 鐵三角 都有點搶口 黃衣 在尾二 暫時電路 被動的 電路9號 轉彎 差不多合直路 前面 金火滿帝 還佔先 第二位 有這隻上風泰 第三 埋便 黑衣 黑帽 跟斗雲 外面第四 紅衣 是安餘 包到那隻聖益線 紫衣 黃帽 內面是喜愛線 紅衣 未已拿出去外面 黃衣 鐵三角 在後面是電路9號 最後200米 透出的馬 賣便是跟斗雲 中間金火滿帝 吞些 外面上來了 安餘 中間還有聖益線 追出鐵三角 和電路9號 接近終點 跟斗雲 似乎有機會贏出 這個大閘 外面安餘 追上來了 聖益線第三 第四 鐵三角第五 電路9號 金火滿帝 再見到第六 後面的馬 有這隻喜愛線 還有一隻喜愛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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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集明顯地有些 配備馬 鐵三角 跟斗雲 安餘 都是跑起了的馬 喜愛線 好像不起來 8.5 金火滿帝 還未夠 但預誓不錯 這隻52分 和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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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很厲害 電路9號 只有他一隻打 8.5 鐵三角 很久 輕鬆的 8.75 最好減掉兩分 聖益線 這隻馬 在外地 叫做 Tyron's Poppy 在I 和Lester Chester 會贏這兩碎彩 72分 我覺得是偏高分 當然 這隻是Buretino 濕地會不錯的馬 下線全都是濕地軟地 好的馬 外地是勝1,4 所以 他看上去都是一中距離馬 要看他的進度 8.75 不差的 接著就是 見到 跟斗雲 9分水準 上風泰 還有一隻安餘 安餘 我都給9分水準 這隻馬還結束了 比之前更加好的 看到上風泰 在外地叫做Wahaj 其實當時我都談過想買這隻馬 我看到他的肩膀很漂亮 想起那隻叫做 那隻什麼 心星 一班那隻Diffel 即是 Truiting to Win 即是贏一級賽那隻 方仔那隻什麼心星 上心星 不是達心星 顯心星 好像 不 Anyway 你找回那隻短途 蝕欣贏那隻 令我想起那隻馬 當然我不是想著這隻馬很高 但是三班應該有馬贏 來得不太好 狀態還未夠 力水還未夠 但是這隻馬1400到1600 應該是三班有馬贏 應該是三歲仔 下年還有大把世界 還未得8.5 這組馬 明顯地試得好些 跟斗雲 安餘和鐵三角 三隻馬熟 金火門提留意進度 電路9號 站下去不算很多 看完九組 看看第十組 這個泥地千二米 第十組 只有九隻馬士 1分9秒84時間 OK 最高分是 99分是上進之星 隨時起步 好 開閘的時候 滿於紫色衣服 在後面 粉紅衣服 進來 到零福星 上進之星 現在藍衣服 黃帽 在包尾位置 外面尾四 是自強不適 跑了一段 浪騎仔 佔先 前面紅旺 第三位 凌利標區 綠色有料 第四 第五位 外面自強不適 外面紫色衣服 有輕啞 後面三隻 滿月 響美二 上進之星 藍衣服 後面那隻 是刀靈福星 轉彎 前面帶出來的馬 還是這隻 浪騎仔 第二位 又紅旺 零利標區 第三 綠色有料 埋便 一路上來第四位 第五位 看見 拿出來中檔 上進之星 在外面自強不適 埋便是輕啞 尾位置 灰馬 刀靈福星在後面 滿月 最後200米 紅旺 中間浪騎仔 綠色有料 比內有 外面上進之星 在後面有刀靈福星 粉紅衣 外面自強不適 贏出大閘 是綠色有料 第二是上進之星 浪騎仔 第三 埋便 放頭一隻 更前一隻 紅旺 灰馬 外面粉紅衣 刀靈福星 一路在外踏 黃衣是一隻自強不適 後面的馬 靈利標 橙衣 退些 滿月也在後面 收到慢了 是那隻輕啞 好像是頭四名要給評分 但是 輕啞不給評分 紅旺 用黃智宏 他的騎姿很好 到彎位600米之後 馬自己上來 看見一隻馬有鬥心 直到不讓他跑 但看見一隻馬上來 他想走 但他不讓他跑 我給他9分水準 這隻馬59分 用黃智宏 減10磅 季尾又賣贏 浪騎仔 會贏四分贏了兩場 但這貨集 他好像不太喜歡泥地 但都有9分水準 滿月不給評分 到零福星8.5 零利錶區 沒有 這隻馬 我先給近方的水準 8.75 綠色有料 9.25 他經常試得很好 濕地特別厲害 但親跑的時候 沒有鬥心 很奇怪 9.25是合理的 上進之星 留在很後的位置 輕鬆地上來 但他草地的評分 沒有什麼優勢 泥地有99分 看看會不會還有泥地 但我都會給9.25 見者8.5 至強不適 試得輕鬆 但8.5 即可更好 試得最好 當然是兩隻高分馬 綠色有料 和上進之星 浪騎仔 好像不太喜歡泥地 但 我看見是紅旺 彎位是加速 自己加速 見到這隻馬 有分生氣就可以了 好 看完十組 再看最後第11組 第11組 時間很慢 1分11秒02 最高分64分 的嬌陽明驅 和 竟竟有神 繼續試襲 來到第11組 泥地的千二短途集 開集的時候 稍為買些外檔 那隻 信德寶 還有些長途 生生福運 很有精神 在眉衫 紅眼罩 外面位置 還有一隻嬌陽明驅 紫色衫 黃帽 好 跑了一段路程 兩隻馬 比較快走上去 還有一隻 竟竟有神 前面放出來的馬 星冠王 賣匾 就是那隻竟竟有神 外面位置 還有一隻堅友 尼 內蘭 天地同恩 第5位的馬 外面位置 有這隻歡樂之寶 中間位置 還有這隻風煙再起 走進去內蘭 後面的馬 嬌陽明驅 紅眼罩尾衫 很有精神 尾衣 順德寶 在後面是生生福運 入彎 天地同恩 賣便 竟竟有神 在外面 第三位星冠王 就是這隻風煙再起 第5位 歡樂之寶 放出來中間 外面灰馬 堅有利 裡面紅眼罩 很有精神 外面是嬌陽明驅 後面兩隻 都過了那隻 順德寶 最後一百米 透出的馬 是歡樂之寶 外面 蓋上來 有這隻嬌陽明驅 在後面的馬 天地同恩 在入面 第四 永永有神 第五是風煙再起 第六就是灰馬堅有利 後面四隻 山山福運 六三過終點之後 追點 在後面的馬 很有精神 尾衫 紅衫 升冠王 在後面 是那隻順德寶 最後三隻 都不用給評分了 那麼 山山福運 如世不錯 最主要這隻馬 中距離馬 不是短途馬 我照給他 近仗的 評分 8.75 因為這貨集 沒有試給你看 輕輸暴頭 很有精神 都說過 他應該來你好一點 Soul Star仔 但是越試越差 給不到評分 風煙再起 8.5 轉了馬房之後 這貨集 我覺得牽強一點 喜歡騎下去 一般 天地同音 在內蘭 稍好 Epplett 下線 3歲 跑了兩次 都不可以 算了 8.5 風煙再是8.5 童童有神 Street Boss 這隻在外地 叫做Street Conqueror 在Ushuka 贏了一場兩歲的賽事 不是很厲害 但不知為何 在遠地贏了 但這樣可以夠64分 在Geylong 也排第三 在Yushuka 贏了一場 竟然可以夠分 還要64分 我覺得 頗特別 贏的對手 不算特別強 但未夠水準 8.5 接著 星冠王還沒得 這隻 Diffel 堅有在後面 越騎越退 還沒得 歡樂至寶 Darcy Brahma 走勢不錯 慢時間輕鬆上來 8.75 順得寶 特別說 這隻叫做 嬌陽明驅 在外地叫做Tex Max Jimmy Edwards 去練 在Ballana 贏了一場 賽事 遠地 ByToronado 看到他 有帶 仰慕面酷 贏馬 但這貨集什麼都沒有帶 現在還沒有帶任何配件 我估計 還會進步 之前那貨集 輸給熊日寫 已經試得很好 但這貨集 試得更加輕鬆 很明顯是一隻有能力的馬 三歲仔 我想真的是高班 這隻 坐著就立即贏 贏得輕鬆 冰不血刃 我想這刻我都會給9分水準 因為明顯地有分 而且試得不錯 特別留意一下他 加了眼罩 或加個熊護面固 可能會更加集中 但已經是告訴我 這隻馬是很有能力 好了 講了38分鐘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題目 規定 好 我